最后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就是执行完 这个执行的话它就是什么 先帮我资料清空 所以我刚刚就多了写一个 Sales.clear 就是把这个范围的程式 这个资料先删掉 然后呢就是逐一的把他的那个资料一个一个 帮我下载到我们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 就完成 那当然会需要等待个几秒钟吧 然后 很快就下载 所以如果相较之下 这个大概 不超过五秒钟吧 可是如果你假设像以前是要 土法炼钢的话就是 至少我觉得一到六十八月恐怕你要复制个多久 可能要十分钟吧 再怎么快可能还是要五分钟以上 可是还是那如果将来这个资料每天都要更新 每天都要再来一次 那岂不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吗 那温哥也真的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宠物的事情 每天都是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那你倒不如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段一段的程式 他就自动帮你把它资料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那岂不是就很便利的一个方法吗 而且我觉得也比较聪明吧 不然的话呢 你光一个人要在那边每天复制贴 你不无聊吗 你不会觉得很烦躁 当然也会觉得这实在是 不符合人体工学吧 OK 而且这反而做久了 你手部可能还会发生一些 什么呀 一些什么基建炎 像现在很多人 知识不良的时候很容易手就有一些状况发生了 OK 所以宁可说你花一点时间思考 动肩脑 OK 那也不要一直动手跟动眼 不然的话你手跟眼容易长期的 直接伤害 所以现在很多人什么 常看到很年轻的 就发生所谓的什么黄斑部病变 或什么视网膜玻璃 哇他真的是 因为为什么因为可能长时间用眼吧 我在想 然后一直盯着那个 荧幕看 因为现在荧幕很麻烦一点 都是会发光的 就好像说你绝对不可能说你一直眼睛看太阳吧 你刚没看多久你眼睛就受不了了 OK 但是我们现在等于 当然我这样比喻有点夸张 但实际上他就是发亮的 只是说他的伤害是长期的 那因为太阳现在太亮了 OK 你会马上不会一直看 你看个一秒钟你就说 就说不了了 OK 所以其实是不是要一些防范错 所以像我的习惯就是反正 我宁可我不要盯着荧幕看 我用想方法 写个程式 然后让他帮我完成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避免 就是说 我要一直不断的在动眼 跟动手 的这件事情 而是用程式 去帮我把那件事情给做完 我反而比较 比较喜欢这样的做事 而且程式写完之后 他就一劳永逸了 如果有新的资料 很简单 我只要什么 再执行一次 清掉之后 资料又重新再更新了 那其实我做了什么 其实我就rown一下程式而已 但是如果rown的过程有错 没关系我再修改一下程式就好了 大概就这样 所以未来 我发现现在的企业用人 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用 有那个程式 背景的 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就像我 最近 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 我有参与那个 就是某 某个那个 大型的那个 中心的那种 他就是帮企业出题的 然后呢 出完题之后 上 这个礼拜就去 改考卷 那我发现 其实我已经 因为我出VBA的部分 就是这个是我出的 OK 那我发现了我已经出的很简单 我还不是叫大家 把整段程式写出来 我有点像是考填空题 比如说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填什么 比如说 这个地方应该填什么 我有考这个 类似像考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空下来 那请你把答案帮我填上去 我好像有考 但我发现 答对的 好像比我想的还要稍微 有点距离 OK 所以显然如果 假设你们这些都OK的话 将来如果遇到 考VBA的 大概应该可以 我想会比别人分数高很多 因为如果你会写的话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高个Ending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我需要什么 其实我主要需要的就是 这个号码加这个特别号 日期其实倒也不是他们重要 日期 虽然说它只有 年 底下这个月 月日不要好了 所以我要怎么把月日 这两个把它去掉比较快 不是说叫你这样选 按右键 删除 那太慢了嘛 所以我的做法通常会是 先把游标 先放在哪里呢 先放在 日期 我看 资料里面排序一下 日到A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 假如让它 什么 让它 如果我只要什么 只要有号码的 部分好了 所以我游标先放在 C1好了 然后日到A一下 那会变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个排序的话你会发现 它就会先 对有几个问题 我刚刚漏讲 我把它坎说一下 那这里的话会有 几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每一页 都会有这个东西 那不对啊 资料里面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那第一页有 第二页也有 第三页 第三页也有 第四页第五页都有 所以呢会造成 这个东西太多了 那怎么办 删掉 OK 第一个问题 那如何删掉 我想到一个方法 游标先放A1 所以 Step1 先把它 z到A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就会按照日期 排序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会排在上面 把它删掉就好了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这边 第2列 有没有 然后另外底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 礼拜几 这个也不要 所以呢一直到底下 通通应该都可以删掉了 这些应该都多的 所以你把它往下拉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选 第2列 然后往下拉之后 拉到你要删到的 结尾的地方 也就是都没有 资料的地方 这些要 底下都要 所以呢 你只要 游标放在A1之后 然后往下找到那个 4134 这一列好了 按Shift 因为你要连续选 我建议是 记一个快速键叫Shift 先按Shift 再点那个4134 这一列 游标记得放在左边这边 好这样子 OK 你只要选对 然后再按右键 就可以怎么样 删掉了 那多余的 不要的资料呢 就会瞬间就把它去掉 OK删除 这样OK了 所以你会发现还蛮简单的 游标先放在A1 D到A 所以排序 这功能还蛮OK的 很快 有没有 然后把 A2到底下的删掉之后 那留下就是我们要的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第2个问题 所以第1个 先删除不要的资料 第2个的话就是把 6个号码 剖开来 不对啊 现在好像 我们如果要统计分析 你说老师那这怎么统计 没办法 因为 他如果放在同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们用康义符就没办法算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分开 那怎么分开 特别注意喔 你不是叫你点两下 然后Ctrl C Ctrl V C Ctrl C Ctrl V 没有 所以怎么做 第1个号码我们先把备注拿掉 这边输入1 这边输入2 然后你可以把12选起来 向右拉一下 总共我要6个号码 就是给他6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6个号码 切开来之后放到这边来 那怎么切开来放这边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功能 叫 资料剖析 它的位置 会是在资料里面 的一个资料剖析 那顾名思义嘛 就是剖开来 告诉他说 我是按豆点分开来 那剖开来之后 你就帮我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在D2这个地方 向右延续 这样就OK了 所以喔 特别注意喔 要怎么剖 1 请你先 把D 到I 输入1到5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先输入两个 再向右拉 他会知道 两个相差多少 这方法1啦 如果方法2的话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先输入1 直接按Ctrl键 在这个空点向右拉 按Ctrl键 这样也OK啦 如果你实在不会啦 傻傻的 123456 也可以啦 那6个 我觉得 比较傻的 能够有方法快一点 就尽量快一点 2的话 请你把游标放 B2 然后CtrlShip向下 CtrlShip向下 这个记得喔 那为什么要把 底下选起来 因为你要 剖开来的话 只要选到 你要剖的资料就好 你其他没有 像这个栏位名称也不要选 不用啦 因为他没有要剖开 所以 你就选B2到B2的底下 CtrlShip向下 然后利用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然后呢 把他的那个什么呢 把他的 跟他讲说 我要剖开来的位置 是在分格符号上面 所以 一分格符号下一步 第二跟他讲说 那我的符号是逗点 OK 这边是逗点 打勾一下 下一步 第三个的话 要把剖开来的东西放哪个开头 所以这个目标储存格改一下 改成 D2就可以了 本来是B2 跟他讲 剖开来之后 就帮我放在 那个 这个D2的位置 按完成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他会瞬间 就针对你刚刚选取的范围 自动剖开来之后 怎么样呢 帮你把一个 罗伯一个坑的 放在D2 然后这个 6 21 34 一类推 那就全部都剖开了 这样快很多 OK 那最后你只需要做什么 把这个呢 中奖号码 这一栏就不要了 Delete掉 把这一栏选起来 删除 那最后呢 我的习惯还是什么 把这个宽度 调整成什么 常用里面的格式 有个叫自动调栏宽 这样就OK了 格式的 或者是如果你不用自动调栏宽 有个方法 坦错字一下 选这个 在这个选取的 A到H栏的其中一条栏线 快点两下也可以 快点两下 等于就是 格式里面的 自动调栏宽 好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 完成今天的 部分 最后其实 我们要的 就是要得到这个特别 这个号码 把它定义一个名称好了 定义名称还记得吧 把B2选到 H2 Ctrl-Ship向下 也就是说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将来给它一个名称 叫大乐透 好 如果我有这个范围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算什么 算几率的 这个叫大乐透 那我们可以用Count if 这个范围里面 排名之后我就可以知道 谁的 名次 是最高的 那几个号码 就可以调用 这个跟上个礼拜的那个部分 又可以衔接了 OK 所以请各位 最后 Final是这个 你们就定义一个名称 今天的 进度大概原则上到这里 我把刚刚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Ctrl-Z一下 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步的话 就是一 请你先把游标 放在A1 然后呢 选择资料的 例到A 排序 他就会把 帮我把 有没有这些都 排列在 比较前面的位置 那你只要点选 这个 第2列 一直到 最下面应该4000多 你就一直往下卷 然后按Ship的键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关键的按键 点这边有没有 记得先按Ship的键 再去点4134 按右键删除 OK删掉之后 这样就得到我们要的 很快 好方便 第二的话就是 再把这边 输入1 Ctrl-Z按住 向右拉 1到6 然后把这个范围 Ctrl-Z向下 做什么 资料剖析 然后分格符号 逗点 然后最后这个记得放这边 按个完成 然后把这一栏给删掉了 然后把这个 快点两下 把这个范围 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大乐透就可以了 OK 所以今天的进度 原则上就是 然后 Enter一下 那今天的原则上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 先存档一下 因为后面其实还有啦 我们还没 这一题还没讲完 所以这里的话 也许我们就先把它存在 存桌面好了 这叫大乐透好了 OK 储存一下 这个 存成启用聚集活跃部 好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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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